台北市水利处官船局与中正驱公所在地居民聚集在此 讨论川端码头的归附与师座运行 往西里长向万浪去年在与师长的座谈会上提案争取 促成本案执行 目前已初步规划观景平台 提供民众沿岸赏鸟垂吊修气划船案 我们往西里这边过去 这边以前这个中正桥叫川端桥 川端桥旁边就有一个川端码头 这个地方放假的时候非常多的人来 不管烤肉还有说相声还有做一些活动 非常热闹 当然因为这个堤防做完以后隔绝了就稍微示威了 可是在我认练的时候争取了七年的时候 坐了一个跨堤电梯 现在人也是非常多 放假的时候休闲人很多 那到那边去以后我感觉上说 这个河边还是有开发的空间 因此去年我向蒋市长 争取能不能做一个码头 做一个水域的活动 那个蒋市长一口就答应了 就马上就同意交办事项 所以到现在它已经图已经设计出来了 但是我们希望就是说这个 这个比方说码头 是将来可以我们区民地方可以划山板或者说SUP 这种水上活动 这是最起码的 大家看这个水面非常非常美 如果在上面悠游在期间 钓钓鱼或者说放放烟火 是多么好的一个休闲的空间 身为里长 那总是要有一个机会 就是替大家服务一下 也是谢谢市长 也许我们局处的工作员 全力帮我们争取 我非常感谢大家 我也感谢水利处顺应民意 也配合我们市政府的政策 在将来这边观光休闲这方面 能够加强能够互动来一个宣导 尤其观传局 他也希望在这个市里面有个新的景点 让我们民众可以坐在这边 就可以去看我们河岸的媒体 那如果再往下呢 他就会有一个观景领台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要清水的话 你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可以下来 当然这边会有一定的安全 所以我们会做一些 简单的一些阻隔 那我们不希望这个阻隔 会有没有想到视线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会简单的 先做一个就是 那个进水的一部分要注意的一个安全 所以这个安全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考验嘛 包含一些景欲 这都会在一步设计的时候 我们会再呈现 大概一个概念就会是 上面跟下面的一个概念 让这边整个环境可以做一些改善 目前的想法是这样 所以大概这样的工程经费 加接工更新 目前出租可能400多万 那如果会再高一点会到500 就大概500以内 有机会把这个做起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明年就可以去做使用 所以大概目前的构想是这样 不过等一下也是要听听看 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一些想法跟意见 也许在地的乡亲可能比我们更熟悉这里的话 有一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 也欢迎你们给我们一些意见 水利处也举办观景平台说明会 针对周边既有设施工程诊件说明 现场超过50名居民管主参与 并提出周围环境改善与观光行销计划 有一个阶梯在给人家做的地方 往下看了这个新建西是吧 那个地方好像我们一小也会注意到 那个淤泥非常严重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要做 我们要做这一次的设计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是让淤泥很严重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应该把淤泥清晰 我一直在想 如果说淤泥不行 淤泥如果连续下两三天的淡泥 它一定会别到路上来 到时候河滨缺少最一个 骨化的一个点缀的东西 就是在所谓的那个脚踏车步道 河满车车这边缺少了种一些烟花 因为在一个烟花之后 每一年你看它可以发汗 或是几个月的时间花多少钱 结果等了几个月就把它毁掉 那种一些烟花 这个步道就是给它去清晰一些烟花 一些池灾的点缀对于这边蛮重要的 所以我们后面的设计 会针对我们警官平台 这边再去看看一些池灾的一些营造 那另外大哥讲的那个银花 我们要跟各位详细讲一下 因为河滨公园它虽然平常就是给民众休息 但它毕竟还是水新水区 就是河川上涨新水区 那因为新水区会有水立法 还有一些河川种植办法的规定 所以目前来讲要新增树木 就是新种植树木难度很高 因为如果一旦做了很多树木树 它会有阻碍排水的风险 所以我们只会是用 公司的防止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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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政府都没有做任何的限制 跟不准它下去没有 就像你要去爬洋平山爬什么山 政府也不会管理 是因为我们台北市可能一边水质 比较没有那个可能东山河 或那个小油球那么干净 所以民众下去的也不多 可是我们以后可以圈导说 其实是可以下水的 其实我一上任 我已经有跟施政主提论 有关我们合并的 CDC是合并的一个规划建设 我说我常常都动 我说新八岁的大冬队公园 可以弄到那么漂亮 弄到那么好牌子 可以圈圈放电 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带着去 难道我们中中外华真的不行吗 所以但是这个是花了很多时间 花了很多钱 所以呢我也有论了两块 一个在外华 一个在中正的平正附近 就是要做一样类似大冬队公园的那样子 那讲试可能业绩大意这件事情 所以这比例算也非常大 大概加起来有差不多七千 七八千万 目前 那大冬队跟这个淡水的事情 一比起来我们小物件大屋 所以我没有错 我一定会在意味的力量争取 因为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自然机关 那里长他是走在前面 他就想说到我们这边能够更好 里长期盼透过恢复穿端码头洗日光景 串联中正桥天空步道与合体电梯 让民众在城市里也夺一处清水地 可以选择游玩 也欣赏新电梯优美风景 记者温宇军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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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